你好,我想問的問題是怎樣清理物件 例如我之前試過擺一部電話在重撥裏面 去清理重撥的聲音 就好像跟平時哼的時候不同了聲音 你是想將你的物件放在這個撥裏面 去敲它,你聽我長哥說 這樣就可以清洗和加一些能量去那裏 是的,其實任何物件,包括小動物 都可以放在撥中間那裏 然後你去磨撥,或者敲撥 你不要傷害牠就可以了 不是鎮傷牠,讓牠的耳濃了就不太好 我想你剛才的問題是因為你沒有扔著牠 事實上有一種物體是這樣的 這個網,如果你要放東西上去 你就先用網放在那裏,然後才浪上去 這樣就不會接觸它,如果不是那些聲音 可能撞擊聲就沒有那麼理想了 你去試一下吧,譬如我舉個例子 現在我有這件事是要想加能的 我就把它放在撥那裏,然後才敲 這樣就可以做到的了 你的結婚戒指夠不夠都脫出來,敲下 你平時那些牙齒都敲了很多苦能量 或者你時常要用的東西,甚至那把梳 牙刷,我都建議你有空敲一下,好嗎